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较于他们对其他攻守来讲比较强的一位攻守 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中国队派出来的首发 6号主攻守庄宇山来自福建 主二传依然是来自辽宁的二传手孙海平 今天中国队还是沿用了前两场比赛的首发 在首发阵容上没有变化 23号主攻守吴孟杰 两位副攻胡明元和来自山东的曹婷婷 主教练匡奇指导 首发坚硬是21号周叶彤 自由人是15号许佳南 昨天中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当中苦战了五局 最终3比2战胜了越南队 目前小组赛两场保持全胜 也是A组唯一一直保持全胜的球队 今天东道主菲律宾队身穿红色球衣 这支球队平均身高并不是很高 整支球队的平均身高是1米70 是参赛的9支球队当中平均身高最低的一支队伍 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菲律宾队率先发球 12号是卓尔传古斯曼 上来中国队一传到位 胡敏远打了一个贝快 胡敏远在昨天同越南队的比赛当中 全场发球拿到了5分 篮网拿到了4分 总得分是16分 今天中国队倒轮次了 是从第五轮开始打起 在轮次上做出了调整 首发阵容并没有变化 菲律宾女排的主教练是梅内赛斯 好球 中国队篮网得分 由于菲律宾队的身高不是很高 所以这支球队啊 对于一传的到位率 以仗的是比较高的 刚才4号位的拉开是一个高拉开 球速并不是很快 而中国队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并篮 23号加篮扎 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这支菲律宾队的核心进攻人 他的身高是1米70 今年25岁 吴梦杰的一传没有接好 菲律宾队这是他们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 昨天菲律宾队是休赛了一天 第一场比赛是0比3输给了越南队 一传不错 快攻没有打死 成功队有下篮网 菲律宾队的后排防守 还是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中国队要耐心 吴梦杰高点强攻 打手出界 相信这场比赛 面对身材并不是很高大的菲律宾队 中国队在金庸端也做好了困难准备 即便我们在网口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们三个边攻都是青年队的队员 在整个的力量上还不是很强 所以要做足多板攻的准备 刚才这个回合球中国队打得不错 吴梦杰在昨天同越南队的比赛拿到了17分 其实他前两局表现得还不错 但是第三局和第四局受遗传的影响比较大 开场之后 中国队已经有两个发球失误了 菲律宾队拿到的这三分当中 有两分都是中国队的发球失误 所以刚才镜头也交代给了宽奇知道 六号是复工帕纳加 28岁 好球 掉得很清楚 吴梦杰这是一个自接自扣 自己接完一传之后上来准备四号位的进攻 现在吴梦杰轮转到了后排 庄宇山 到了前排 四号位平拉开 菲律宾队扣球失误 18号是卡罗斯 菲律宾队想请求鹰眼挑战 挑战打手 开场之后 菲律宾队主动进攻得分很少 在网口上的实力不是很强 或者说是开场之后还没有发挥出来 今天这支菲律宾队首发的自由人是 这是11号阿迪恩扎 这球打到了狼王手 菲律宾队挑战成功 这18号卡罗斯自己心里边也挺没底的 7号古马宝 今年30岁 身高1米75 球上得不错 菲律宾队抓住了一个反击 5球没有抛好 这种跳飘球啊 第一步首先要把这个球给抛好 如果球抛的太靠后的话 会影响自己的跳飘 1米92的副攻曹婷婷 球发的还不错 菲律宾队的18号主攻卡罗斯 他以斜线为主 在4号位的高球突破 主要是以斜线为主 球的力量打得比较重 这种球前排通过篮网是很难的 需要后排的防守 这是一条大斜线的进攻 现在卡罗斯轮转到了后排 四线举棋 适宜这球界外 这个慢动作一看 这球可能是压线了 菲律宾队请求了应援挑战 挑战成功了 这是一个界内球 开场之后 菲律宾的两次 运言挑战全部成功 从而把比分也追到了7比7平 好一传 中国队拦回 菲律宾队这球组织的有点牵强 送了一个远往的快球 3号复工多明哥 想快抹一个回首线 球直接打出了界外 中国队8比7领先1分 来到第一局的第一次技术暂停 从这场比赛开始的这几分来看 菲律宾队的后排技术还是比较细腻的 尤其体现在防守上 这种长线的进攻 很难去突破菲律宾队的防线 所以进攻队员要耐心 每支球队的特点不一样 由于菲律宾队的身高不是很高 所以他的后排技术肯定要下很大的功夫 但是他们的王口上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即便是菲律宾队后排防守起球 我们进入到防守状态 我们的篮防也要从容 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来自江苏的坚硬周叶彤发球 这种球可以防起来 3号复工多名歌的一个调球 这球没有打上 中国队的坚硬周叶彤 在昨天同越南队的那场比赛当中 有非常高光的表现 他个人拿到了27分 尤其是在困难的局面下 非常敢于发挥 菲律宾队无功 18号卡罗斯想把这球处理的更有攻击性吧 他想推一个前驱 破坏我们复工的跑动 但是要求太高了 有点脱手 没有过往 庄宇山 对 自由人来上好球 吴孟杰冲进来打了一个短球 缩短一下扣球的线路 也是一个战术球 这个落点打得就比较浅 所以后排防守难度是非常大的 菲律宾队请求了暂停 这是菲律宾女排第二次参加女排亚洲杯的比赛 2018年 女排亚洲杯菲律宾队是获得了第九名 今年是以东道主的身份 获得了参赛资格 2018年 女排亚洲杯小组赛 菲律宾队是3比1 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 2比3输给了伊朗队 2比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 10比8 中国队领先2分 好发球 这球许家南防得不错 双方都在拼这种阵地式的防守 菲律宾队无功 快攻准备了 在这个回合球当中 中国队打得很耐心 其实对方都是无功把这球给送过来 我们耐心的上好球 其实是在演练自己的战术和进攻组织 周叶彤后二打手出界 11比8 菲律宾队卡轮了 虽然这个球中国队没有防起来 但是许家南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度 还是很高的 脚步很快 他的身高是1米67 来自辽宁的一位自由人 吴孟杰拐直线 好防守 胡敏元的防守 刚才胡敏元防了菲律宾队一个战术球 菲律宾队一传到位 打了一个前交叉 一对一 这个球被胡敏元后排防守 顺手线给防了起来 随后吴孟杰的反击进攻 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 吴孟杰已经找到了进攻的手感 这段时间在四号位 频频得分 队里宾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散停 开场之后 吴孟杰四号位 频拉开 下球率并不高 现在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 吴孟杰的进攻点往里收了手 冲进来去打一些短球 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如果网口上是高达矮 这个二传尽可能地要把球立在网口 这样的话才能够在网口上 完全发挥出来我们的高度优势 球一旦开网的话 进攻队员会以长线为主 这样对方的防守队员 防起来的话也会比较容易 14比9 中国队领先5分 好球 中国队狼网再得一分 这是菲律宾队暂停回来之后 场上的这一分球也很关键 直线防得不错 看头去有点可惜没打 中国队再打快攻 好球 吴孟杰又是一个短球 你看今天开场之后 像这种来回球 最后得分 往往都是中国队 所以这场比赛 中国队在赛前把这个心态的调整 做得很到位 第一局已经来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你拉三他这样你这么移移 他全打住了 你得你往那别就是了 对 不信心抓 不要这个不要要求 就是连贯连贯连贯啊 就是连贯 前后前后 他想过你篮王手 他要通过高度 后取球 六号位一个人就够了 剩下就是边边角角的 八起高 叫大人活很从容的去打比赛 我忘记 你得有五分给主队才行 别靠别人 靠自己啊 来 别走 昨天中国队同越南队的那场比赛 相信看过这场比赛的各位观众 应该都会有一个感触 就是我们的复工 进攻没有打出来 刚才在这个暂停的时候 主教练宽奇知道 其实更多也是在跟我们复工去进行沟通 复工对自己也有挺高的要求 但是对方的这个防守啊 确实也是比较有能力的 不能着急 主要是连贯 好球 吴梦杰快抓了一个长心 17比9 中国队这个阶段越打越好 菲律宾队后排的这个主攻 18号卡罗斯防守能力挺强的 起了很多球 一传到位啊 菲律宾队还是打三号位半高球 一个交叉的战术球 帮助队伍度过了这一轮 23号加篮扎接应 吴梦杰这一次四号位进攻失误了 直接扣除了界外 2 групп不投票 1号连 mountain 5号连 5号出 prescription 那些山脉 1号连 2号连 4号连 真敢下手 翅膀好卡罗斯非常敢打 像刚才这种开网球 中国队前排没有篮网 往往这种球后排通过防守是可以防的 不过卡罗斯很敢下手 打了一个中线 庄宇山没有防起来 这种球如果他再打一个的话 前排就要参与篮网了 耐心点我还跟你讲 你给他五分也不一定赢 现在 你就往高起 我就打一个四号位调整 我们也不打了 你们打到现在都打人手上去 你明白吧 你只要打到手上去 他就生一个小粉红了 大家 中国队刚才是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主动叫的暂停 换去知道还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我们队伍比较年轻 所以场上的每一分都有可能是转折 中国队17比12领先五分 两支球队现在都在打主攻 中国队打的是吴孟杰这一点的进攻 菲律宾队打的是18号卡罗斯 菲律宾队再挑战 挑战这个进攻的落点 战内球 菲律宾队挑战成功 第一局 菲律宾队的三次阴远挑战 全部都成功了 刚才是18号卡罗斯的直线扣球 球落在界内 对 史尔丹 孟杰 菲律宾队又抓住了一个防反球 打了一波小高潮 把比分追到了14比17 中国队又叫暂停了 前决一传 这一支菲律宾女排 平均年龄是27岁 和泰国队是并列 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支球队 这个年龄代表的是一种 比赛的经验 23号主攻加篮扎 这一传不错 中国队保护起来 再组织 好球 最统后二直线 我们这边的自由人许家男也防了一个 双方对攻 最后等到了菲律宾队主攻的15 18号卡罗斯 他一旦面对中国队形成的双人集体篮网的话 这个变线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强行打这条斜线 球打出了界外 中国队渡过了这一轮 二传孙海平发球 吴梦杰在四号位又帮助中国队抓住了一个反击 19比14 另外中国队的许家男啊 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不单单是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 还能把这个球给送到三米线之内 让我们去组织高质量的反击 防守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取位非常准确 这球菲律宾队一传到位 卡罗斯冲进来打了一个短球 抢了一条中线 菲律宾队换人发球 换上了13号主攻手卡耶塔诺 今年32岁身高1米68 发完球还有一轮防守 好球 对方武功送过来 曹廷宾队三号位快球 终于打中了 我们的二船和副攻能配上 但是下球率不是很高 这是跟对方的防守的取位 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需要通过小组赛的比赛 再去磨合 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在排球场上 这个副攻跟二船是最吃配合的 这技术席可能又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这二才跟工作人员在进行沟通 吴孟杰的发球 好球 庄宇山四号位平拉开反击 庄宇山虽然他身高不是很高 只有一米82的身高 但是这位主攻手是比较全面的 四号位扣球有一定的速度 菲律宾队关键球啊直接飞一船 中国队22比15 是否要走 是否要走 是否打成一船 福利宾队多淋 团境者跟三船 哥哥哥哥不打开反击 本竟是斗排球 这是谁打开反四号位 是否立敗逐 贝利宾队换主攻 换上了17号瓦尔加斯 后排发球的是二传手奈格里托 刚才这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用瓦尔加斯上来打接应 庄与山打得很释放 这个中线非常敢打 小将在初登成年赛场 就需要有这样的魄力 中文队换上发球 庄心如 好球 庄与山的斜线再得一分 也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二十四比十六 第一局两位主攻发挥的不错 最后一分越南队是直接飞一船 这样的话二十五比十六 中国队是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两支球队第一局打得还是比较精彩的 纵横赛场 闪耀世界 水中贵族白岁山 邀您品鉴精彩赛事 水中贵族白岁山 国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好 各位观众 欢迎您收看在黄金时段体育频道 为您带来的女排赛事 2022年女排亚洲杯 今天是第三个比赛日 中国女排正在菲律宾的菲尔体育馆 迎战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 东道主菲律宾队 两支球队第一局的比赛打得非常精彩 有来有回 最终中国队是以25比16 先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今天是第三个比赛日 前两个比赛日 中国女排在小组赛是取得了两连胜 第一场比赛以3比0战胜了韩国队 在昨天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女排迎来了一场苦战 最终以3比2战胜了越南女排 目前是A组唯一只保持全胜的球队 那A小组另外排在第二位的是越南女排 越南女排今天展开了第三场比赛的争夺 最终是3比0战胜了伊朗队 在这个小组排名第三的是伊朗女排 菲律宾队和韩国队目前都是一胜难求 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 那B组的情况 日本队是目前两战全胜 排在B组的小组第一 3比0战胜了泰国队 3比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而泰国队是一胜一负 目前在B组的小组第二 唯一的一场比赛胜利 是3比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中国台北队今天迎来了 和澳大利亚队的一场关键的比赛 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的三四名争夺战 最终中国台北队苦战了五局 以3比2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目前是排在了B组的小组第三 而澳大利亚队是排在了小组第四 本次女排亚洲杯赛 一共是有九支球队参赛 由于哈萨科斯坦队的退赛 所以B组一共是有四支球队 这四支球队都将进入到 第二阶段的淘汰赛的阶段 而在A组的这五支球队当中 目前来看 大概率是菲律宾队和韩国队 来争夺一张八强的门票 现在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还是要每场比赛 稳扎稳打 力争A组的小组第一 这样在四分之一决赛 交叉淘汰赛 可以碰到实力较弱的一个对手 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和体力 放在半决赛 甚至之后的比赛当中 目前来看 本次亚洲杯第一梯队的 这三支球队 大概率是三支传统的强队 中国队 日本队和泰国队 在一场交点战当中 日本队又以3比0战胜了 几乎全主力的泰国队 所以日本队将是 本次亚洲杯中国女排 争贯道路上的一个关键的对手 另外在本次亚洲杯的赛场上 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们 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考验 尤其是在第二场 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当中 2比0领先 被越南队连搬了两局 好在最终的决胜局 中国队是以15比12 取得了关键决胜局的胜利 也获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来看中国女排 和菲律宾女排的第二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 是由中国队率先发球 第一局的比赛 中国队表现最好的 第一是技术 第二是心态 在同菲律宾队的交手当中 由于对方的后排防守技术 比较细腻 所以我们的进攻队员 做到了耐心 以25比16 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年轻队员需要继续 投入比赛的专注度 从比赛开始到比赛结束 要始终专注于场上 宽奇知道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也非常谨慎 菲律宾队追了一分两分之后 马上就请求了暂停 年轻队伍需要我们的教练 在场边时刻去把控 比赛的节奏 这是周叶彤 接应选手 他具备接一船的能力 因为在上个赛季联赛当中 他是代表江苏队出战 打过主攻 在昨年同越南队的比赛 吴孟杰由于在一船端 出现了起伏 从而也影响到了他的进攻 这个时候 中国队的一船体系 就做出了改变 用周叶彤 庄宇山和自由人 来接一船 解放吴孟杰这点的进攻 年轻队伍出登成年赛场 尤其是在这个心态方面 考验会非常多 但是对于现在这个阶段的 他们而言 都是宝贵的财富 在小组赛 比赛当中出现问题 一点都不可怕 我们要及时的去总结 利用这么宝贵的大赛 去提升自己的本领 这是菲律宾第一次承办 女排亚洲杯的比赛 这也是最后一届 亚洲杯的赛事 在过往的六届 女排亚洲杯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获得了 五金一银 非常优异的成绩 由于中国和菲律宾 是没有时差的 所以这场比赛 也是在菲律宾当地的时间 晚上19点来进行的 也是一个黄金时间段 中国队和东道主 菲律宾队的比赛 菲律宾女排主场作战 情绪肯定也是非常高涨 菲律宾队他们参加这种 高质量高水平的大赛经验 也比较少 所以对于他们球队的队员来讲 也非常珍惜 每一场比赛的机会 另外目前中国女排一队 正在备战 今年最重要的一项赛事 女排施锦赛 本次女排亚洲杯 中国女排是派出了 老中青三代的球员 其中有六位都是我们国庆的队员 第二局的比赛终于要开始了 中国队率先发球 主攻手庄宇山 还是从第五轮开始打起 徐家男士球的节奏上的非常好 吴孟杰四号位的反击 菲律宾队其实一传有一点点不太到位 二传是跑到了二号位 之后传了一个三号位半高球 23号加篮扎 这菲律宾队他们的这个主攻和接应啊 区分的不是很明显 这主攻也能打接应 接应也能打主攻 18号卡罗斯变线了 这球打了一个大斜线 我们自由人士在腰线上取位 接外球 我们场上队员也在互相提醒 这个飘球是发出了界外 看看湖米园的这个发球轮 18号卡罗斯拐直线 第一局这个18号主攻手卡罗斯 就是菲律宾队的核心进攻人 他这一点的得分也不少 第二局对于他这一点的进攻 我们这个篮防还是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中国队一场保障的还不错 海洛斯反击 在4号为拐直线又打中了 他是一个典型的情绪化的球员 他现在情绪非常高涨 所以也带动了他技术的发挥 很敢打 所以他也很敢变现 好球 这个进网球 吴孟杰打得很果断 这球可惜了 打手之后变现了 吴孟杰在最后 那一脚没有蹬出去 这防守还是很拼的 中国队这边一团到位 也打了一个战术球 21号周叶彤 打了一个前交叉 能打这种战术球 打交叉的球员 说明他们的身体的协调性 是比较好的 对上部的步伐 有比较高的要求 现在卡罗斯轮转到了后排 好一传 再打一个交叉 中国队今天组织的这个后攻 在我印象当中 是开场之后的第二个 前排三点攻 利用前排三点的掩护 加后攻 但是吴孟杰的后攻的线路 打得都比较长 所以对于菲律宾队的后排 防守队员来讲 这个防守的难度不是很大 刚好又扣在了 自由人的防守区域 菲律宾队抓住了一个反击 中国队第二局开局 现在落后三分 好球 我们的攻守 需要用他们的表现 来获得二传的信任 其实打这种身高 不是很高大的队员 其实就是复攻这一点的进攻 是很有效的 开场由于复攻这一点 没有打开 所以孙海平还是以两边的 高球组织为主 反过来看菲律宾队 这个复攻的能力就不是很突出 他们的复攻只能打快 因为身高不是很高 球一旦传的不好就很难去调整处理了 6比7 周越童处理得不错 曹婷婷上手传给周越童 这球很明显 你看他掉头了 在网口的时候 球迅速地下落 没有办法打 但是周越童处理得不错 郑国队把比分追平 7比7 曹婷婷继续发球 法罗斯打后二 打手出界 这样的话8比7 菲律宾队领先一分 来到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技术暂停 在这边的胸部里面 在这边的胸部里面 和这边的胸部里面 在这边的胸部里面 就只顾到我们的胸部里面 我们要赶紧 碰一下 谢谢 菲律宾队在场上把这个比赛打得还是很松弛 很欢乐的很享受比赛 好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 今天中国队的一传接的是真不错 菲律宾的菲律宾队的主攻这是23号加篮扎拐直线 球直接打出了界外 菲律宾队又挑战了挑战打手 菲律宾队 菲律宾队的主攻 没有打到手 菲律宾队这一次的挑战没有成功 8比8平 现在开局已经过去了 已经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了 看看能不能在中段把这个分数给抢上来 菲律宾队是我们场上唯一一位跳发的球员 中国队反击 这两位自由人斜线防的都很有心得 最后菲律宾队的后三进攻 帮助中国队抓住了这个反击 从而把这个比分也反超了 吴梦杰主动的一个变化 好球 23号主攻加兰扎打了几个斜线 打不下去之后 果断造平打了 开始抢中线 几点抢中线 12号二传古茨曼 这是菲律宾队的一个失误 中国队换人了 换上了17号二传手徐晓婷 发球的是主攻手张雨山 今天菲律宾队的三号位 这球几乎就没有打过来过 很少 它还是以两翼的高球突破为主 放一个单人篮网 在三号位就可以 拦住了23号加兰扎的一个交叉球 一传半到位 这球防得多到位 吴梦杰高点他就有中线 但是庄宇山因为他身高不高 所以进攻以斜线 匕首线为主 吴梦杰来到前排之后 因为他有一定的进攻点 所以他就能去抢这条中线 中线对于防守队员来讲 防守难度会比较大 菲律宾队请求了暂停 卡轮了 关于他 öffentlich的校图 线特朗 我刚才发现那些 реш的 正好 那我们先下次了 停 我们用那个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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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と思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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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比9 8比8平之后 中国队打了 菲律宾队一个4比1 暂停回来之后的这个发球 还是有一定的经验性的 庄里山 经过一个节奏的改变之后 还想去冲发球 想发一个后取球 出现了失误 中国队换上了4号主攻手 王亦凡来自广东 也是队长 调球跟进防起来 王亦凡 替补上场只有拿到的第一分 通过慢动作来看看他这个球 倒手腕了 只面对中线 最后手腕一撇 侧包球撇了一条斜线 所以对方形成了一个破坏性篮网 这球二残应该是吹了 中国队前排篮网店出网了 王亦凡 王亦凡这点的速度还是可以保障 冲进来打的这个短球 最后挥避速率也很快 我们说这几个年轻的攻守 都各有特点 中国队拦回 好球 许家南背电 这个短球 我们的把边篮网应该是二传 许晓婷 这个把边篮网的取位没有取好 被卡罗斯给拐了一个直线 把边 不是徐耀廷 是周月彤 把边把的太靠里了 去拦卡罗斯的发力线了 把直线漏的比较多 中国队重新换上孙海平 王亦凡 王亦凡上来之后就敢于发挥 所以他是这支球队的队长 不切场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米88的身高 他是05年2月2号出生的 也是我们国庆队的队长 卡罗斯跳发 卡罗斯的跳发球 以长线为主 基本上都是发向了我们的后排 后区 因为他身高不高 所以球的弧度比较高 从慢动作的这个旋转来看 也有一定的侧拳 发球失误了 进入到第二局的第二次技术暂停 中国队比分领先 中国队这场比赛 只要战胜菲律宾队的话 就可以提前一轮进入到八强 但是八强也不是中国女排的 这个主要目标 进入八强的难度不是很大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 要把小组第一给拿稳 在昨天同越南队的那场比赛 其实就应该是一场 小组第一的争夺战 好在在这场关键的争夺当中 中国队是笑到了最后 B组的小组第四 很有可能是澳大利亚队 因为B组的这个水平的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特地军队打了一个短平块 三号复攻多明哥 多明哥的身高是1米75 好球 张宇山下撤的防守 菲律宾队的反击 球没有过往 中国队17比15 领先2分 前排两点攻 哎呀 这已经是被二船直接吊死的 这个第二个球了 菲律宾队的二船 他这种吊球的隐蔽性确实比较强 我们前排篮网队员 这个时候在网口的篮网 主要在盯攻守 这种球需要我们的后排防守队员 有这个意识 当对方二船拿球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种无球意识 跟进来去防防吊球 不过刚才古茨曼的这个吊球 吊的确实也不错 好球哦 庄永山拐直线 打手出界 很有激情的一位球员 庄永山是来自福建的选手 这球他其实不是拐的直线 是打的斜线 对方形成了破坏性篮网 接应 7号古马堡在反轮4号位的进攻 戴手腕打斜线 在排球场上你的力量比较大 所以你的球会比较重 像刚才古马堡这个球 他手腕带腕速度比较快 所以这个球是很快 但并不重 菲律宾队发了一个运气球 把比分追到了18平 考验中国队的时候了 考验我们年轻小将的时候了 在18分的时候比分打平 如何去应对 好球 不免打了一个背快 刚才孙海平在网口上的调整 也非常好 球有点冲网 但是孙海平被传 给胡明元给立住了 胡明元跟进的也很坚决 菲律宾队无攻 哎呀这球 有效篮网 别乱 王亦凡在2号位的进攻 主才是盼这个球 中国队得分 球打在界内 菲律宾队请求了应援挑战 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上球 没有上好 比较可惜 借内球 这球压到了边线 压到了外线 很惊险的一分 米内赛斯也比较有经验 英言挑战失败之后 菲律宾队没有拿到这一分 他很快请求了暂停 菲律宾队 现在中国队比分领先 应该是19比18 20比18 中国队领先2分 忽敏源在等哨声呢 也比较有经验 时时刻刻都在看着主裁 生怕漏掉了哨声 哨声响起之后8秒之内必须发球 不然就直接被判掉这一分 像这种中段 对于比赛节奏都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队的六位国庆选手 分别是4号王毅凡 比赛打到第三场 应该除了复工9号张红紫燕之外 其他的队员都已经登场亮相过了 年轻队员也是中国女排未来的希望 这个队队员对于他们来讲 这个队队员对于他们来讲也非常的关键 也很重要 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每一次大赛历练的机会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曹婷婷 曹婷婷在2013年全运会的时候 代表山东队是拿到了女子青年组的冠军 她是97年出生的 她当时打青年组的比赛是2013年 现在在这支队伍当中 她已经属于大队员了 胡敏远也时刻在保持热身 因为她等会还要发球 胡敏远也在提醒场上队员 因为她是我们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 球发得不错 好球 反应很快 中国队这一轮 王亦凡一直是在2号位进攻 刚才孙爱萍是在4号位参与篮网 现在王亦凡应该是回到了4号位 刚才的这几个球打得有点乱 感觉前排有点缺攻守 踢不上来发球的是13号主攻守卡耶塔诺 场上队员不要受这些情况的影响 借好一传 卡罗斯这球没有打准 这是从下往上打的 21比19 好球 这球是二团 孙爱萍篮呢 篮王取位很准确 周叶桐篮呢 周叶桐篮呢 这个球没有拦住 中国队拦网出界 但是现在的比分对中国队来讲很有力 古马堡拐直线 反击当中的快球 快速地抓掉 篮网没有拦住 菲律宾队抓了一分 这种比分上先不要去想进攻 先把一传给接好 我们前排是三点攻 王一帆的一传没有接好 菲律宾队把比分追到了22平 这一轮王一帆是在前排 菲律宾队的接应古马堡 发球针对性也比较强 中国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 换人了 换上了吴孟杰 尼斯公没有打下去 吴孟杰上来之后在四号位 进攻就拿下一分 高点的一个小斜线进攻 这一分很关键 刚才中国队是被连追了三分 把比分给追平 吴孟杰发球 好球 关键篮网 拦住了菲律宾队的快攻 中国队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曹婷婷直上直下地拦住了菲律宾队的复攻 追身发球 卡洛斯这球进攻难度很大 主要是菲律宾队在最后的这个关键的遗传上没有接好 这样的话 中国队是25比22又胜了第二局 现在大比分2比0领先菲律宾队 健康饮水凉白开 熟水喝出健康来 金麦郎凉白开 125度高温熟化 喝熟水 想健康 金麦郎凉白开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全国销量领先 火星人 X8智能集成造 39项智能创新设计 炒100个辣椒都不怕 熔烟在锅口就被吸走了 马 熔烟在锅口就被吸走了 健康饮水凉白开 熟水喝出健康来 金麦郎凉白开 125度高温熟化 喝熟水 想健康 金麦郎凉白开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全国销量领先 国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在一起吃烤肉 在乐夜时间 小朋友享有健康 小朋友喜欢 找过圈找过圈 想烤没有烟 再见说 可就找过圈 再见活过烧口就找过圈 好圆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烦就简 回归本心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喝熟水 想健康 金麦郎凉白开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全国销量领先 火星人 X8智能集成灶 39项智能创新设计 炒100个辣椒都不怕 油烟在锅口 就被洗澡了 郭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在一起吃烤肉 在热夜时间 刷片香又健康 小朋友喜欢 找过圈 找过圈 想烤没有烟 再见说 可就找过圈 再见活过烧口就找过圈 健康饮水凉白开 熟水喝出健康来 金麦郎凉白开 125度高温熟化 喝熟水 想健康 金麦郎凉白开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全国销量领先 火星人X8智能集成灶 39项智能创新设计 炒100个辣椒都不怕 油烟在锅口 就被洗澡了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这是菲律宾的菲尔体育馆 一同来看中国队 2022年女排亚洲杯小组赛的 第三场 同菲律宾队的比赛 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 前两局比赛 中国队是以25比16 25比22 目前大比分2比0 领先菲律宾队 第三局比赛 还是启用吴孟杰来首发 第二局 换下吴孟杰 换上王亦凡之后 其实对于王亦凡来讲 上场之后的进攻更好调动一些 但是依传还需要去找手感 所以在第二局局末阶段 中国队依传是出现了一些起伏 菲律宾队的坚硬古马宝 是想借手 但是没有借到 调球直接失误 菲律宾队的坚硬古马宝 打手之后 这球变现 落点比较靠前 好球 周悦彤的后二进攻 周悦彤 在这批年轻队员当中 他的篮网技术还是不错的 在同韩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 他的篮网的数据都能够排在球队当中的前列 另外就是很敢于发挥 心态比较过硬 吴梦杰小斜线 菲律宾队的主攻18号卡罗斯 把这个球给直接防飞了 今天吴梦杰的进攻打出来了 线路分化的也不错 好球 古马宝 古马宝已经拿两分了 第三局开局在二号位拿到了两分 全部都是借手 把边篮网的取位要想一想了 古马宝这两分 第一分是打直线 第二分这个是有意的去打二直线 吴梦杰 吴梦杰 现在来看菲律宾队在第三局又站出来了一位攻守 同样也是一个进攻点 就是在二号位 古马宝这点 开局连拿了三分 现在古马宝轮转到了后排 好球 这是今天吴梦杰打得最漂亮的一个后攻了 形成一对一之后 这个落点打得很浅 很敢下手 抢了一个中线 6比4 又一个 古斯曼挺有特点的一个二船 尤其是他的调球 挺消耗他腰腹的 背掉二 这个背掉中国队四号位的小脚 好球 忽敏源在网口上看得很紧 同时 许佳南 这球的力量没有卸下来 球防得比较远 第二下已经接应不上了 但是23号 佳南扎这球的落点扣得比较浅 防守有一定的难度 对防守一前扑之后 这球就容易冲出去 张玉珊 二才示意这球是打手出界 应该是打到了标志杆的下沿 也形成了一个界外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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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股堂那边就行 来啊 正对去攻击 我跟你说 后盖可以放 因为他都是开球 能来得及防 对吧 防就行了 后盖就 别喜欢这球 冬酒 我稍微说说 他扣扣得起来的时候 你快点不用 你进来之后 扣球 要是这个快球 你喊短一点 你都不能喊差 长喊点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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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传到后面那个球 就是后面防守的来吧 就后面防守的来 好的好的时候 我不应该晃你的 没关系 就是后面的主队 他假如真跟那个球了 你反正咱俩要主动一点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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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关系 别着急 别了急 深呼吸 深呼吸 慢一点 慢一点 不着急 别他是ест在的 唱歌 同学打 行不行 reneantic 呼吸 也很有大队员的样子 其实胡门元是 中国队比较有特点的一位复工球员 他的球是快快球 打得很快 现在菲律宾队的主攻 在斜线扣球上也注意到了 这个落点的分化 腰线 斜线 甚至在腰线前提 腰线和小斜线之间的这种球 就对我们的自由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徐佳南可能要通过他的 这个倒地的旧球 这种扑球来去防守 甚至这个防守的取位 要再去调整 8比8平 刚才胡门元扣球失误 中国队拦网还是没有拦住 篮王手心不好 被对手给借手 菲律宾队比分反超 9比8 23号加篮扎 八球发绝之线 追发吴孟杰 宽杰知道很有经验 暂停很及时 不好打 你想想 不要往车就起高去 骂神了 没出生意打蛋 就打高手 你真疯了 不要自私 真打啥子 真打啥子 不要走 不要走 宽杰知道 他在上个周期是 中国男排的副教练 然后这个周期是 国庆队的主教练 这一次女排亚洲杯 也是带队出战 12号二传 古斯曼 吴孟杰扣球失误 这球出网了 这一轮已经让吴孟杰不接一传了 让周业彤来接一传 二才又出了中国队一个轮次错误 中国队的队员和教练失忆没有 这个轮次可能要去再去讨论一下 到底是不是轮次错误 排球因为他是要轮转的 场上队员是要轮转的 你同排的要遵循 左右的位置关系 然后前后又要遵循 前后的位置关系 中国队想两点换三点 上场的队员是四号王亦凡 保持前排三点进攻 另外让王亦凡上来打接应的话 吴孟杰也能够留在场上 发挥他强攻的作用 王亦凡也可以参与一传体系 他和庄里山两个人加自由人 三人接一传 王亦凡上来之后就打了一个前交叉 一个战术球 比赛到这个阶段 小差距比较多 菲律宾队请求了应言挑战 这比赛打打停停的 我们场上队员需要想办法去 克服这种困难 自己要调整过来 不要受这些 小插曲的影响 这球是压在了底角处 是一个界内球 菲律宾队的挑战没有成功 大家在场上应该互相提醒提醒 专注于比赛当中 胡敏元发球 好球 后排防得不错 庄与山连防了两个 这球主才吹得很坚决 吹了菲律宾队的前排队员 过往击球 复攻六号 帕纳加 刚才这个回合球 庄与山在后排 第一个是在后排的五号位 这个防守 他是一个补位防守 防得非常好 第二个球也防到了 虽然倒手球的感觉差了一点 但是联防两个 在这个比分上很不容易 菲律宾队叫暂停了 菲律宾队在同越南队的比赛当中 他的两位复攻一共是拿到了13分 但是今天复攻的表现并不好 复攻这点的进攻 基本上是被中国队篮网队员给看住了 得分很少 10比12 中国队比分还是落后 好发球 三点攻 好球 高质量的短平块 曹婷婷 徐晓婷和曹婷婷两个人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这徐晓婷替补登场之后上来 给曹婷婷喂的这个球比较舒服 好球 布朗网跟掉 菲律宾队无攻了 好球 吴孟杰在四号位拐直线 帮助中国队打了一波小高潮 把这个比分也给追上来了 12平 这一轮的战术就很丰富 王亦凡上场之后 打坚硬位置 他战术球就是前交叉 也比较有牵扯 1对1了 菲律宾队的接应在反轮四号位 打中线 吴孟杰四号位高点强攻 今天吴孟杰这点对中国队来讲也很关键 你看球队在比较困难的时候 甚至说是在追分的时候 只要把球能够给他立在网口 他这点成功率能够保证在50%以上 甚至于更高 所以二传组织起来会比较踏实 王亦凡今天发球发得不好 上一局他的发球也是出现了失误 好判断 好判断 还是没有办法去拦住古马堡这点的净 进攻 篮网破坏的比较多 这么来看的话 古马堡他这点的进攻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这球总是能够打过来 篮网手还是要再硬一些 吴梦杰的一船直接接飞了 脚下没有站定 16比14 菲律宾队领先两分 来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 在追封的时候 先想办法把发球给发好 然后菲律宾队在第三局 强攻主要是给古马宝 但是现在古马宝应该是轮转到后排了 古马宝发球 有点乱 场上有点乱 宽奇之道叫暂停了 这受遗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王亦凡是后排了 就给你压力 这局还必须赢我告诉你 我就让你们打 你 起来 就你四号位和后三就给 单脚被飞过拉出去 加油 加油 队员在场上有点懵 有点愣 所以宽奇之道叫了一个暂停 让我们场上队员的专注度再回到比赛当中 接好一传 好球 专专与山斜线 速度打得很快 这球专与山跳得也比较高 落点很浅 钉地板的进攻 很长士气 中国队换人发球 换上替补的主攻 庄心如 打手出界 十八号卡罗斯打手出界 你看接下来菲律宾队这一轮 他的主攻守十八号卡罗斯 和接应七号古马堡都在后排了 前排两点攻 中国队能不能去抓抓机会 好球 壮专与山四号位再下一个 年轻人在场上就应该敢打敢拼 这种情绪的释放也会感染他的队友 很有必要 很好的比赛气质 中国队友防反机会 对 后攻可以防 好球哦 中国队双尔兰网得分 拦住了二十三号加兰扎 对菲律宾队他这一轮也比较难受 两个今天发挥不错的强攻都在后排 二船在组织球的时候也会犹豫 中国队把比分 追进 现在只差了一分 菲律宾队叫暂停了 菲律宾女排的主教练 现在缅産赛斯也需要通过这个暂停布置一下 接下来在一船到位的情况下 菲律宾队这个战术要怎么打 怎么把这一轮给渡过去 菲律宾队会有两轮弱轮啊 这是第一轮 好球 这复攻还是打不下去 庄宇山 庄宇山这三个钉地板的球 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小斜线 腰线 这球的线路会更偏向于中线一些 也是提点进攻了 18平 好球 中国队斜线再防一个 坦头球 庄宇山 打手出界 这段时间连得四分 刚才宽季知道 这个暂停叫得很有必要 也起到了作用 激励了我们的年轻队员 回到场上之后连续得分 菲律宾队要做出换人调整了 这个两点攻 被卡得够呛 换上了17号 瓦尔加斯 15号替补的二船 奈格里托 瓦尔加斯上来打接应 这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中国队比分反超 19比18 可惜了 前排篮网队员出网了 这个是涨分的时候 特别想篮网篮死 篮网出网 标可惜 菲律宾队是复攻发球 这是三号多明哥 他那两个强攻还是没有到前排 这一轮还可以再抓抓分 发球失误 这局菲律宾队的发球失误很多 这六轮发球都在拼 在前排表现不错的庄宇珊 现在轮转到了后排 吴孟杰到前排了 好球 中国队连续拦网 连续拦住17号 替不上来的接应瓦尔加斯 估命员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21比19 一传不好 传得好 好球哦 哇 菲律宾队这个球防得不错 很高质量的一个防守 吴孟杰四号位 继续高点强攻 第二次强攻拐直线 菲律宾队的防守队员 把这个球给直接防飞了 没有防起来 现在7号古马堡和二船古斯曼 都已经重新回到了场上 菲律宾队的主攻进攻失误了 23号加兰扎 加兰扎轮转到前排之后 几乎就没有得分过 在这个关键的阶段 这也是排球比赛的魅力 一直在轮转 没有人可以一直在前排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边待着 吴孟杰四号位强攻 帮助中国队拿到了 这场比赛的赛点 24比19 中国队手握五个赛点 庄宇山在前排的轮次 连得四分 到后排的发球 也保持着攻击性和稳定性 表现不错 居家南面对对方的斜线 重扣这球的力量 还是没有卸下来 没关系 打好一次攻 现在手握很多赛点 12号 古斯曼 吴孟杰 4号位钉地板 这样的话 25比20 中国队又胜了第三局 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 3比0战胜了东道主菲律宾队 取得了小组赛的三连胜 这场比赛中国队打得不错 两支球队携手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向中国女排表示祝贺 中国女排明天将休赛一天 在后天将对阵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 伊朗女排 好 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